三級警戒延長搭配些許微解封 餐廳業者只要遵循五大指引 就可以開放內用 但也不是所有業者都願意跟進 每到用餐尖封時間 得來速車道就變停車場 全台三級警戒後將的現況天天上演 但七一三能適度微解封 麥當勞選擇不跟進 全台維持現狀 境內用到七月二十六號 另外必勝客歡樂壩餐廳 同樣暫停內用 頂呱呱也繼續維持街邊店不開放內用 但百貨門市則配合百貨規定 怕疫情再起保護顧客 也保護員工 部分業者進內用 但也有其他速食店配合政府為解封 漢堡王從七月十三開始開放內用 摩斯漢堡也一樣跟進 但不開放廁所 至於肯德基內部則是還在評估 飲食應該是放在最後再開放 因為吃飯的時候 就是要把口罩脫下來 如果他開放的話 就是員工跟客人都是有貢獻的 製作咖啡飄出香氣 全台公有四百四十五間門市的八十五度C 也維持淨內用到七月十九號在市情況調整 至於露伊莎則配合各縣市政府規定 僅開放特定縣市門市內用 知名滷肉飯胡須章也宣布二十五號前都維持提供外帶 淨內用商場門市則尊重商場規定 如今疫情尚未清零 餐廳解封與否都成考驗 三日新聞林家榮 蔡英琪 台北採訪到 超商必備柴野彈 熟食區關東煮 通通停賣將近兩個月 內用區桌椅堆在一旁也都不開放 中央宣布微解封 超商同樣可有條件內用 必須採梅花座 桌子設隔板 熟食區也要由店員夾取 可以先不用開放比較安全 由於大家對人做內用的話 那他的危險程度就上升了 所以他就盡量不要 大部分民眾還是怕怕的 畢竟微解封並非真的解封 但外送員也有話說 四處跑有超商不怕沒廁所 若微解封重新開放使用 如果這樣的話是最好的 因為這樣算還算滿方便的 不然就是變成說只能去找說 有開放的加油站 就比較方便 因為可能間隔不到幾百公尺的話就一間 全台四大超商 Saven和OK 賣不賣茶葉蛋還在演繹中 全家部分店家則是代裝販售 萊爾富由店員家去減少顧客接觸 關東煮販售也在討論中 Saven和全家廁所仍傾向不開放 而內用與否各家都表示 依照地方政府規定 不過以六都來說 雙北桃園 台中 高雄 都宣布依舊禁止內用 唯獨台南表態開放 但在地超商還是不敢大意 你問你們下禮拜解封可以內用嗎 公司還沒有說 一切都要等總公司通知 畢竟全台超商破萬間 內用開不開放 影響層面廣 業者還需要謹慎演繹 三雄皇后高盛ucci 太悶了